自从中澳开始外交上的接触后,双方关系一直以来都已融下著称,无论是贸易、教育还是政治立场都显有矛盾,二国的人民也对彼此十分亲切友好。 但这种情况在澳大利亚总统特恩布尔上台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一直秉持着对中国不太友好的外交政策,先是在贸易方面,打破了一直以来的平衡,将与亚洲的贸易中心转向了日本,甚至将对中国的天然气与铁矿石这两项双方都受益颇多的领域大做改动,将价格上浮不少。 这项举措自然也令中国有所行动,做出了取消62项与澳大利亚方面维持良好的办学合作的决定,毕竟一直以来,中澳在教育方面的合作可谓相当密切,而中断办学合作计划的决定,势必将会对双方的教育领域合作关系,造成相当的影响。 不仅仅于此,双方之间贸易也是必将受到更为深远的影响,而近日,由于气候变化等等领域的决定得不到其他官员们的信服,能力也颇受同僚们的质疑。 在各个部长联合起来的反对之下,特恩布尔的总理宝座,受到了来自自由党同伴们的挑战。 本身作为总理,他所拥有的资源与权限,令他的地位,应当是较为稳固的,所以在8月21日,他勉强在他所属的到大利亚自由党,的一次党内投票中,通过较高的票数,保住了自己的总理职位,但这结果显然不能服众。 在投票结束后的两天时间里,他的13名内阁城,原采用了先后辞职的方法,对他表示抗议与不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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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